激情得來又很激情的 對呀 有點這副 好像挺有趣的 好像蓋巴似的 不如我們示範一下給觀眾看好嗎 好 我蓋你 那我絕對不打女人的 1 2 3 導演 她真的打 哪有人真的打的 喂 不要走啊 喂 小新 怎樣啊 你喜不喜歡看電影 我當然喜歡 我經常買很多電影回家看 還有我都喜歡在戲院看電影 什麼電影我都喜歡看 你喜歡看電影 那你知不知道香港電影的歷史 當然知道 我知道一開始初期 觀眾都很喜歡看關於戲簿 例如任白的作品 然後到了後期 又因為有戰亂 可能多了很多關於寫實的東西 反映在香港的民間震盪 開始慢慢穩定戰亂之後 就多了很多新奇刺激的武俠片 所以我們香港電視 是很多這方面的題材 嗯 你好像好像幾清楚這些歷史 那我又問多你一條問題 你知不知道 香港的電影在60年代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我相信你是說關於黑白電影 慢慢開始有彩色電影出現 對不對 嗯 沒錯 那也都隨著這個轉變 令到我們的電影 可以有更加多的題材 那當時就多了很多的青春歌舞片 青春歌舞片 對啦 就好像後面那兩位前輩一樣 嗯 那我們現在呢 很多的前輩 其實以前都是由青春歌舞片 而慢慢有這個地位 好像拍過這些片 多數都應該是有間差不多 對啦 以你所知應該都知道啦 寶珠姐 肥姐 肥姐 對啦 這些方面的都很刺激 都很厲害 而且聽過你又唱歌又跳 節奏感也好 我還知道呢 好像當時多了很多關於的 一些很激情的武俠片 因為呢 受到一些歐美日片影響 題材大膽 對啦 融合了他們的文化 對啦 還有他的技巧 多了這方面的題材 另外呢 好像題材更加大膽 對啦 多了很多的激情 血色的片 所以說我們香港電影史 是很多之多彩的 嗯 那既然呢 我和你對電影都這麼有興趣的時候 不如我們周圍看看啦 好啊 走到那邊啦 好啊 那其實皇后戲院呢 是經歷了很多的 一些時期的啦 好似我們日本統治時期啊 還有我們的一些 零零時間啊 都有經歷過 陪著我們香港人成長的 那在2007年的9月30日呢 就正式結束了 有82年的歷史的 那他捐出這部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放映機 相信我們的市民來這裡看呢 是可以有另一回味 還有可以集體回憶一下的 那除了這裡有很多的資料可以找之外呢 我們還有得參觀啦 還有這裡都有他們的電影院 嗯 那我們市民呢 平時都可以來買票 然後呢 就看他那些主題電影的 哇 又有得看 又有得坐 又可以參觀 又有戲體 這個地方真的令我很滿意 是啊 所以你平時都可以來這裡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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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